老婆,你的好朋友除了喜悉了之外还谁啊? 还有好几个的,只不过是结了婚之后 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就很少联络了 嗯,我也是 我想我们应该从今天开始呢 要多一点去找我们的好朋友 也对,我之前看过一篇报导说 很多人有了家庭之后呢 就忽略了一些社交的活动 嗯,我也是有看到另外一篇报导 它是这样子写的 人除了要吃了健康 还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这样子呢,才会享有一种精神上的健康哦 哇,好深奥哦 在还没有深入讨论这个精神上的健康之前呢 先来看看第一道菜肴吧 嗯,我们第一道菜肴呢 就是这个养生糙米饭 材料有什么呢? 材料呢,就包括有 糙米、红枣、莲子、枸杞、淮山、党参、一米粒跟水 调味料呢,就有这个盐和鸡精粉 那首先呢,我们将这个糙米呢,看一看 这糙米买回来的时候呢,要洗干净 然后呢,就可以使用了 这药材买回来之后呢,全部都要清洗过 等着使用的 还有呢,这个一米粒也是 买回来之后有清洗过,就可以使用了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小汤锅里头倒入这些水 老公帮我开店 好的 然后呢,再加入这些药材哦 对 将这些药材呢,煮三十分钟 让这些药材出味了之后呢 就用这个药材汤汁来煮这个糙米 嗯,老婆啊,你知道这糙米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可多啦 嗯,糙米呢,还有大量的三十纤维 这三十纤维呢,可以阻尽我们的肠胃蠕动 然后可以加速呢,我们的排毒的功效 对我们的肠胃是很好的哦 嗯,糙米饭的含糖量呢,远远低于白米饭 而且呢,具有饱腹感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控制食欲 所以啊,爱美的妹妹们呢 不妨多吃这个糙米饭 一来呢,健康 二来呢,可以保持苗条的身材 就好像我这样 蛤,不是我吗? 是啦,是你,是你 哇,药材汤汁呢,已经煮好了 那接着下来呢,将这个糙米全部倒进去 好,接着下来呢,将这个一米粒也倒下去 好,接着下来呢,将这个枸杞也倒下去 好,接着下来 现在呢,就要放入这个调味料了 嗯,一茶匙的这个盐 还有一茶匙的鸡精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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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再倒入这个药材汤汁 嗯 来,跟它搅一搅 好 这样就可以拿去煮了 嗯 选择用糙米的功能来煮哦 开始了 嗯 嗯,好香哦 好香哦 哇 哇 来,来,来,来 先将这个饭呢,给搅松一下 香饭饭的糙米饭呢,就这样完成了 嗯 现在呢,就可以盛上来咯 这道呢,就是养生糙米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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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